中央社印尼大亚齐25日综合外电报导当局今天指出,印尼一座非法有警惊船大火并且爆炸,造成的死亡人数已骤增至15名,另有40人受伤,而伤亡人数恐怕还会增加。 法新社报道,现场画面显示,事发地点苏门达腊岛萨玛特拉亚齐省阿克·埃普罗万斯满市住宅和棕榈树的小社区,火独窜高约70公尺。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时30分前后,一个住宅区发生漏油,引发不可收拾的火势,树洞民宅毁于一旦,消防队员直到下午仍在努力灭火。 当地救灾机构负责人佛西·西黎莎福奇说,目前已知死亡人数为15名,我们仍然无法控制火势。 由于没办法更靠近火场,我们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人伤亡。 国家警察总部发言人瓦西斯托塞特约·沃西斯托表示,有一群人在救有警挖掘,突然引发大火并且爆炸。 警方指出,伤亡者当时在一个警演出口四周收集原油,突然引燃了火焰。 有多少原油溢出以及为何会引燃大火,目前还不清楚,不过当局暗示,可能是点燃的香烟肇事。 瓦西斯托说,那里有许多人在抽烟,当地有个村落,因此许多人争抢原油,现场很拥挤。 译者,何鸿儒,何稿,张佑芝1070425 转发 打托 Bro Jerry